看一下第5第6號 第5的話就是設定框線 那框線怎麼畫 特別注意在Excel裡面 它預設是沒有框線 所以我剛剛講過你如果列印的話 這邊看到是沒有框線的 特別注意之前還有同學說他在工作上不知道怎麼畫框線 那就麻煩了 老闆一看到就傻眼了 想說學校老師沒教你畫框線 現在教各位怎麼畫 第一個 A1到N75按SHIP鍵先選取 第二的話請你點選常用裡面這個地方 其他框線 再來的話內框線先解決 內框線是最細的 先選樣式 再點選內框線 OK 裡面就一條線 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請你先再點選 刺出框線 再點選外框線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動作不要做錯 1 這個是1 這是2 這個是3 這個是4 按確定 第5 這樣夠簡單吧 OK 我們把那個 按下確定 好看一下 檔案這邊 列印 這邊有個列印 你可以看有沒有這個都OK了 不過旁邊這邊可能還要調整 因為他這邊有沒有 你如果旁邊 假設要列印的話 可能要調整比例 這個 再來的話 就是 還有這個什麼呢 第2列 到第3列中間要雙線 現在是不是雙線了 沒有單線 怎麼辦呢 很簡單 請你在第2列的地方選一下 不是第2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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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從A1一直選 選到 N的 這個 這幾個 然後在選 選取什麼呢 選取這邊有一個 點下去 找到什麼呢 其實裡面就有個功能 選擇 特別最後 應該可以猜得到 在 底端 雙框線 意思就是這個範圍 的 底下這條線 底下 底端 變成雙框線 這樣就OK了 1 選取這個範圍 2的話 點選 底端雙框線 看一下 有沒有 結果就OK了 兩條線 好 這樣的話就符合題目要了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就是第6 設定什麼呢 18洞到36到54的Leader 藍位 做什麼呢 做5分類 格式化 條件 特別之類 他意思是說 當然呢 藍色越多 表示呢 他成績越好 那我怎麼知道 怎麼去選 其實1 這邊18洞 Leader在這裡 所以要特別注意 你選取的方法 可以游標 點一下 E3 然後往下選 可是問題來了 他這邊很容易這樣選過頭 不好選 所以我接下來 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 選取底下的所有 從這邊開始 底下所有的話 你可以記得一個快速鍵叫 Ctrl Shift 按住 再按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這樣就OK了 Ctrl Shift 向下 鍵盤 對鍵盤的那個中間那個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個地方就選完了 那但是他只有選一個範圍 所以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 你還要再做一次很麻煩 所以如果你還要再選 36洞的這個 跟54洞的這個的話 你可以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一樣 Ctrl Shift向下 又一個 有沒有 這個可能有點 有點要注意 點這邊之前要 按Ctrl鍵 有沒有 然後Ctrl Shift向下 三個範圍都選 因為他一次要做三個 當然如果你不會 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變成你要做三次 也是OK啦 只是我覺得 最好是一次完成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你就先 Ctrl Shift向下 先做 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呢他要做什麼呢 新增 圖示期裡面 他要做什麼呢 他有個功能叫什麼 五分類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找到這裡 五分類 圖示期 找到五分類 點下去就OK了 把這邊點一下 這邊點一下 圖示期 五分類 但是呢你現在只做一個嘛 可是如果這個每一個 36動跟54動都要的話 那你變成你還要再做 這邊 Ctrl Shift向下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這邊要做三次 所以比較快的方法 如果你 不會 按Ctrl鍵的話 變成三次 如果會的話 1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Ctrl鍵 點第二個 點一下喔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這個動作可能要標準喔 如果你沒做錯 你 會 讓前面的選舉區消失喔 然後第三個 按Ctrl鍵再點 你不能直接點喔 Ctrl鍵按住 點一下 OK Ctrl鍵 點一下再Ctrl就向下 有沒有這三個範圍都選了 然後做什麼呢 一樣做 圖示期 五分類 這樣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好像那個 他的甘數 好像越多的 有點像那個 手機那個收訊狀態 越多的好像 他的那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藍色的地方好像 相對的比較多一點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藍色比較多 好 那5跟6就完成了 待會再來看 7跟8 OK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